台中市中华路附近一家知名的鹅肉摊爆发了姐弟 因为退休金的官司对簿公堂 弟弟受雇在姐姐经营的鹅肉摊做了28年 因为不满被降薪提出了退休 而姐姐呢就以摊贩不是用劳保来拒付他退休金 不过法院最后判决 如果摊贩的员工超过5个人 就必须强制纳保 资方必须付给弟弟273万元的退休金 鹅肉摊整修暂停营业一两天 除了网络评价他是台中市美食之一 最近老板娘和亲弟弟因为退休金的官司更是引起注意 弟弟吴先生说在姐姐的鹅肉摊工作长达28年 薪水说降就降更别提劳健保退休金 对于我没钱的啦 我才能这样做啊 不过我也不会去给钱这个钱 我做我也不会的 他就是把我摊贼最快严重了 你怎么说太多 最快严重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弟弟还要在做 不是 他在一旁制止着 吴先生说28年来他负责煮鹅肉 切鹅肉还有采买 去年却突然少了采买的植物 一下子被降薪两万元 萌生去意退休 姐姐却以鹅肉摊是摊贩 不适用劳保 拒付退休金 他才提告求偿387万 钱钱没有要求这么多 我们的家 自己穿这条钱啦 他都没要插完啦 没办法 不要来用而已 最后法院以鹅肉摊受雇员工 至少五人已经达到强制替员工纳保门槛 必须给付吴先生273万